其实新加坡的设计家经常主动提起台湾 甚至羡慕台湾 他们觉得台湾人创意无限 只要有心要做 很容易就可以超越新加坡 来看看他们给台湾的建议 傍晚时分 微风徐徐 就是这一群师兄弟开始练习的时间 难免会有失手 但不减他们的热情 刷水晶球的团长徐家骏 面对台湾的记者格外热情 因为他看台湾杂技界颇有渊源 举番水晶球 丢瓶还有扯铃高手 他都曾经交流讨教过 特别是北体的学生 他们很有自己的理想 当然我们自己的团员也是有专攻扯铃 都知道说三铃是特别难的 所以他们 我觉得说台湾的那个 怎么讲 台湾的这些小伙子还蛮能吃苦的 不只赞叹台湾杂技好手的苦练与真功夫 动感杂刷团的扯铃也跨海从台湾订购 连海外巡演的想法都是效法台湾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看了一些台湾的一些杂技团 他们本身把这个东西带到欧洲 果真演变成一个business model 在亚洲欧洲各地街头表演 甚至还要和舞台剧导演合作 站上南韩的舞台 比起台湾好手们追求技术的精进 动感杂耍团却多了社会企业的服务精神 我觉得那个成立团的那个方向很重要 可是我们当初我们成立这个团 我们非常清楚说成立这个团 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要通过杂耍 来帮助这些边缘少年 帮助这些帮牛班 可能台湾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说杂耍 也能是一个帮助边缘少年的一种广道 同样受到台湾启发的 还有old school 的刘庆全 于是old school 办的舞蹈秀由三四千人参加 成为年轻人口中很酷的活动 也让刘庆全的舞蹈学校更加热门 他认为以台湾开放的风气来看 其实可以做得比新加坡更好 这一点叫卡红木香谷的朱瑞熊也有同感 朱瑞熊和刘庆全的设计都在Scap里 这里还有许多大大小小商店 不只容纳年轻人的创意 更多了社会公益的价值 新加坡社企教母周世锦就说 这或许就是台湾和新加坡的差异所在 他举例说台湾风灾过后 常有人贩售灾区的手工艺品或食品 却往往昙花一现 没有集中的销售据点延长买气 也凸显台湾目前欠缺的就是组织化的发展 看好台湾现有的大量NPO和NGO 周世锦认为不缺好点子的台湾 在社企发展上甚至很快就能超越新加坡 只要多一点辅助与多一点落实 改变社会大家一起东起来 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探讨香港和南韩的社企发展 进行持续锁定愿景工程 社企让青年圆梦特别报道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